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主播继续电影来关心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目前在北检的最新情形 那么柯文哲在今天上午历经这个提审遭到驳回之后呢 是在今天下午三点十分再度由检方来继续召开这个征讯的部分 那稍早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柯文哲的律师呢是再度现身在了台北地检署的一楼 不过现在呢律师是对于这个征讯的状况呢是都没有透露太多的状况 那么因为呢现在大家都在想说是不是到了晚餐时间 有可能稍后这个征讯呢刚才有先中场休息一下 给柯文哲一些休息跟吃饭的时间那么稍后再来继续征讯 不过呢其实照到检方也证实呢在昨天要将这个柯文哲逮捕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当场将他上号 但是在今天经历这个提审庭将他解送回这个台北地检署的这一段路 有评议媒体呢得到消息指出当时柯文哲有短时间的被上铐 不过回到地检署之后呢是没有再使用借据的情形 那在您回顾这整起案件呢其实就是这个台北的精华城案那么持续的延烧 所以呢检方是在昨天大动作搜索约谈了柯文哲的住家 而且呢并且是将柯文哲以及他的妻子陈佩琪带回了廉政署来进行询问 那么这一位呢是长达十几个小时从中午的十二点到了晚上的凌晨十二点多 那么柯文哲呢被送往北检附讯的时候已经超过了晚间的十二点半了 那么他是向检方来表示说呢希望不要来夜间征讯 而且他是想要来离开 那检方告知他说其实你可以选择要休息 如果要几个小时我们可以来配合你的休息时间 不过呢还是被柯文哲拒绝 他表示自己就是要拒绝征讯 所以检方呢才会不得已的当庭要将他逮捕 不过柯文哲在提出这个希望来提审的申请之后呢 目前是遭到了驳回 那么遭到驳回之后呢 现在其实从逮捕时间扣除这个提审时间之后呢 检方只有二十四小时 那么在这二十四小时之内呢 是一定要来做出一个决断 要让柯文哲是可以被这个交保离开 或者是将他来生压 就来看检方后续的侦查作为 以上是现场最新 哈喽我是蕾亚 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